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东汉民帝梦到了一位金人 陈子门一古书记载推论 金人必定是佛 这是佛教即将东来的瑞兆 汉民帝变派蔡英 秦景等十余人 初始西域请亲 蔡英等人在大约之国 遇到了天竺僧人 圣摩腾 竹法兰 他们便相邪同行 以白马陀金 于厨房后的第三年回到了洛阳 汉民帝随即命人建造一处住所 供僧人安住 翻译经典 由于陀佛经回来的白马 也供养在其中 这处住所就命名为白马寺 是佛法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佛寺